教育科技相關的早上會有很精彩的demo day 然後會有跟日本韓國的教育科技社群的講者連線一起討論 那我昨天先看過頭影片非常精彩 然後下午也會有日本韓國台灣台語社團 阿美語社群的專案的分享 那整天都是我覺得都是非常特別非常精彩的活動 希望大家可以留下來跟我們一起 那今天在因為這次的Ginley Me Submit分別在很多不同的就是場地舉行 那所以我們其實也會有一些人 我猜他們從遠端來參加跟我們在一起這樣子 那我先分享一下就是場地的一些規則 除了剛剛Oliver講到的COC就是行為守則要請大家遵守以外 還有幾件事情要請大家遵守 第一個就是防禦守則 剛剛大家有看到那個就是在會場內應該要全程佩戴口罩 然後第二個是說在場地內只能喝水 其他的食物還有飲料都請大家不要使用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感謝我們這一次Summit有非常多的贊助夥伴 然後剛剛我先講一件事情我剛剛講 剛剛有件很重要的事是那個Wi-Fi 如果你需要用Wi-Fi的話請連到Summit 2020 然後它的Password是2020SubmitWin Wi-N 如果還沒有連上的請注意在那邊 然後我們這一次的所有的提問 所有議程的提問都會透過Slido請大家在線上提問 那Slido會在那個我們每一個議程的共筆裡面 你可以點進去議程的Slido 然後就是你到Summit的網站首頁上可以看到議程 那每一個議程裡面議程組都幫我們設好了 當天的共筆還有Slido 所以你可以拿出電腦邊聽邊共筆 那也可以在那個議程上面直接打 直接問問題 那因為在防疫期間我們就不傳麥克風 所以請大家盡量在網上發問 好 那我們謝謝這些贊助夥伴 有諾曼基金會好想工作室台南新芽 南方創客FabLab 無銀咖啡FTO社群可力可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測試會 Luminate 成大創意基地 彌生公共互聯網 然後台灣數位科技與政策協進會 誘生研究基金會 IORG 國家發展委員會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 然後成大台南市政府 成大設計規劃學院 昆山大科技大學 開放文化基金會 然後HackMD 另外有三個要特別感謝 包括了 Ronny 哲偉 線上揪送的 T-Monk 主持人小謝 益城主能玩 然後Oliver Kiera Sophie 珊珊 瓦斯諾 蘇宇 孟瑩 Mavis Stan Dale 大元 阿古 YYH 阿萱 五十元 以燕 子鈴 還有我們比翼天使 Sam Eopxd CKexpress Chloe Kavin 謝謝大家 好 感謝完了之後 我想跟大家 還有新手包 新手包 我剛剛已經講了 一個獲益 好 那接下來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什麼是G20V 之前有參加過G20V活動的舉手 完全沒有參加過的請舉手 好 非常歡迎你們 那G20V其實的三個關鍵字就是 開源模式行動主義公民精神 開源模式就是我們用 Open Source 還有CC License 這些授權方式 來達成一個可以分享 重複利用的一個觀念 然後行動主義是 我們有一個Moto就是 不要問為什麼沒有人做這個 你就是那個沒有人 所以在G20V社群 只要發現有什麼事情 是沒有人做的 我們就會想辦法去補位 然後公民精神就是 公民精神大家知道嗎 好 然後 台灣的第一場公共 現在黑客松 其實是很多人都常常聽到 因為一年可能有 我不知道也許有上百場 黑客松在台灣發生 那很多商業公司也很喜歡辦 黑客松 學校喜歡辦黑客松 總統喜歡辦總統背黑客松 然後NASA會辦NASA黑客松 所以從台灣到太空 都有人辦黑客松 但是台灣第一場公共性的黑客松 是其實是在2012年的12月 就是高家良Epa還有Kirby 他們幾位 就是基於義憤 然後就發起了一場黑客松 然後沒想到反應很好 大家都很想要繼續參加 繼續聚會 所以就從2012年底到現在 每兩個月辦一次 那到現在已經辦了41次了 那它第一個專案 G&B的第一個專案 其實是叫做 中央政府總預算式絕畫專案 那這個專案是協助大家 去把厚厚的一本預算書 能夠用比較簡單方式 簡單明瞭的方式來理解 那其實這一個專案得到的獎金 也變成G&B黑客松開始的起頭的潮史基金 那從2012年到現在2020年 我們辦了41次黑客松 然後這一次是第四次的G&B Submit 那我們今天揪鬆團其實是在2015年左右成立 那我們從2015年開始有聘請正式的職工 然後建立舊松團的官網 然後做了一鍵開大松的系統 然後後來有辦了公民科技獎助金 然後在今年開始 我們又開始了一個新的年度計畫的專案 叫做臨時小學校 那今天早上會有很多分享 是聚焦在臨時小學校的執行的內容上面 那G&B社群的樣貌 其實對很多人來說是一種很難理解的狀態 因為我們常常會被問到說 那你們的負責人是誰 那你們的組織是什麼 那G&B基本上我們常常需要說 這是一種需要去體驗式理解的一個社群 那其實G&B它是由專案黑客松 還有工作小組組成的 如果你想要了解G&B 第一件事你可以加入Slack 那很多事情會在Slack上討論發生 那會有工程師把他們扣留在Github上 那在HackMD就是今天開始 從議程的共筆開始 你就可以開始一起協作 這些HackMD裡面的協作內容 那就是用這種協作的方式跟精神 這八年來發生了非常非常多有趣的事情 那就是大概在三四年前就有研究者認為說 台灣G&B是現在目前全世界 前三大的公民科技社群 那但我們過去會說 G&B是一個去中心化的社群 那我們會發現說 其實在各個工作小組裡面 會有不同的中心在 所以整個社群 比較像是一個多中心各自 多中心然後協作的社群 那揪鬆團這個社群 所以我們在這個社群裡面 其實會有大家會知道 V Taiwan 然後有美國國會觀測站 有Cofax 然後會有突發事件的時候 會有口罩地圖 蒙點 然後像是選舉前就會有 立委投票指南選前大鋪帖 這樣子的專案 那揪鬆團 是什麼樣的工作小組呢 揪鬆團就是每兩個月 辦一次黑客鬆 然後做G&B的基礎建設 維護的工作小組 那我們常說G&B像一塊大草坪 大家都可以來或去 那但是大家都知道 公共財的風險 就是沒有人要管大家亂丟垃圾 那揪鬆團的責任就是說 我們定期有機率的 長時間的去維護這塊草坪 灌溉它 讓大家願意來 透過維持線上協奏工具運作 透過每兩個月辦一次黑客鬆 這種方式來達成這樣 讓社群的動能一直都在 那所以揪鬆團的任務有兩個 一個是社群協作的基礎建設 然後另外就是說 我們希望我們能多做一點 專案培育所需要的 這個創育的環境 那這個包括說 我們會提供一些媒合 然後會有一些法律諮詢 然後我們之前也有辦了獎豬金 我們也希望我們今年能夠在木道館 能夠繼續辦公民科技獎豬金 那所以揪鬆團的關鍵是 創造場域建議連結 還有推動協作 所以我們就透過這些方式來讓整個社群的動能能夠繼續 那我們大家知道那個口罩地圖 就是3月的時候很多人關注到的 其實它就是一個利用這個GTV的協作平台 來發生的一個非常不可思議的協作的成果 那所以我們在2019到2020年的時候 我們在這一年多以來我們有做了三個專案 包括說臨時小學校 然後線上揪鬆 我們因為3月還有5月的時候 因為都沒有辦法實體見面 所以我們就在線上辦了百人的大鬆 那整個解決方案後來也去支援了 還有今年的總統被黑客棕的第一次工作坊 還有今年的NASA的黑客棕 那接下來最重要的就是從今天開始 就從昨天開始一直到禮拜天的summit 那這是我們舊宗團騎司 就是六位職工還有三位職工這樣子 好 那臨時小學校是我們去年開始的專案 那我們接下來 今年等一下我們會有六個專案的分享 都是我們在Demo Day 就是得獎的專案 那今天是他們的Demo Day 我覺得非常興奮 希望能看到他們來分享他們的專案內容 那2021年我們有一個新的計畫 是希望讓開源學習力扎根台灣 那什麼叫開源學習力扎根台灣呢 我們把它分成三個關鍵字 就是向下扎根 然後開源實作還有在地協力 我們希望能夠把GDNV的專案的內容 比如說剛剛說的視覺化 預算視覺化這樣子的專案內容 我們能夠找到高中生或是大學生一起來協作 比如說高中生可以找出他們學校的專案 學校的預算 然後用他們自己學校的預算來做視覺化 這樣子可以進一步達到開放 不是開放政府還有開放校園 那比如說Covac的專案 我們可以想要找找看 去帶高中生一起來做事實查核 群眾事實查核的專案 那包括今天Demo Day的專案 也許有一些專案 我們也覺得適合去跟高中生還有分享 那這就是我們希望接下來一年能夠做的事 那非常謝謝大家今天來參加 因為在禮拜五的早上 然後又這麼早 如果昨天沒有住在台南的話 今天要從台北下來 大家要坐第一班車 非常謝謝大家 那我們非常謝謝 我們今年能夠開始臨時小學校的專案 我們非常感謝我們兩個支持的夥伴 一個是聯合報的願景工程 那另外一個就是城市教育基金會 那今天城市教育基金會的執行長諸都 也跟我們在一起 謝謝他 那願景工程他們因為有事沒有辦法來 但是他們也幫我們錄了一小段 影片跟我們分享 好 那個提忙可麻煩你 大家好 我是聯合報系願景工程的執行長羅國俊 我們和G01的朋友們 從2017年就開始合作了 那今年我們大家共同關切的話題是臨時小學校 也就是說我們希望用一些好的科技工具 能夠造成一些正面的改變 那特別是教育我們的孩子 使他們每個人都成為更好的人 那我想G01的這些目標跟聯合報系願景工程是同樣的 就是希望讓台灣的社會能夠越來越好 那在今年的離世小學校的一些案子中 我們看到一個案子就是特別的有興趣 也就是幸福存哲這個案子 幸福存哲這個案子 它是協助NPO的孩子們 能夠譬如說從它平常的任務中 能夠積下點數 在未來來使用 它可以換實體的東西或者換取服務 我覺得這個幸福存哲的計畫 它有兩方面是很有價值的 第一個它是養成了孩子們不要期待不老而獲這件事情 我們所有的事情 我們的人生沒有不老而獲這件事 我們都必須要付出我們的代價 才能夠取得報酬 所以我覺得幸福存哲在這方面是具有這樣的意義 第二個我覺得幸福存哲它更有價值的是說 能夠讓孩子們從這樣的類似像遊戲 類似像活動的方式 養成他們延後享受的習慣 也就是其實換一句 我們比較通俗的這個話來說 就是儲蓄的習慣 我們在國外的這些報道跟研究中都可以看到 延後享受這樣的一件事情 如果孩子養成習慣後 對於他後來的人生有非常非常大的正面的影響 這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孩子們拿到了什麼東西 他立刻要把它消費掉 這是一種模式 另外一種模式說 拿到了資源之後 他可以稍微的忍耐一下 然後讓他得到的不管是金錢資源 都能夠累積 然後到將來有更大的一些積累之後 他再拿去做更有意義更有價值的消費 那我覺得幸福存哲 在這兩方面都可以達到這樣的目標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公民科技的設計 我覺得是很有價值的 那最後當然是也是一點點小的期望 我覺得這個APP是做的很有價值的 我們有沒有辦法在將來 把同樣的想法 是不是能夠推廣到一般的家庭裡頭去 我們如果設計一個APP 可以讓所有的父母跟孩子們都能夠下載 然後我們在家庭裡面 譬如說幫忙打掃可以換五點 幫忙洗碗可以換三點 那累積起來之後 我們在一個某一個時間 我們再給他一個回饋 那我想這個是對於很多家庭來講 也在教育上面 也是增加了一個有力量的科技工具 謝謝大家 剛剛提到那個幸福存哲那個案子 我想特別分享 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案子 因為它其實是台美兩地跨國協作的結果 因為提出構想的是三峽的小草書 但是執行的工程師是在美國 那他看到就是我們有印了 大家小貓蛋裡面有非常精美的那個 理事小學校的這個手冊 那這個手冊其實只有今天來這邊的會眾才有 就是如果你沒有來今天這一軌的話 你就不會拿到那個 這個是本軌限定的東西的紀念品 那所以我們接下來請祝都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謝謝 謝謝 謝謝Isabel 各位與會的所有朋友大家好 我是層次教育基金會的執行長 吳明祖大家都叫我祝都 非常榮幸我們今天可以來參加神秘的 GTV神秘的2020的這個盛會 那層次教育基金會 一直以來我們在台灣各地推動數位教育 創立了台灣最大的數位學習平台 就軍醫教育平台 那軍醫教育平台成立跟營運過程裡面 真的是感受到所有台灣很多的志工夥伴 還有現場的老師來協助我們 那所以我們去年開始想要跟GTV救鬆團這一邊合作 那希望可以把數位科技教育的這個工作 或是這個非常困難 尤其是在偏鄉地區比較難的地方 那我們看看可不可以透過 數位科技的這個開源的專案 那設計出更多更好的一些工具 可以協助現場的老師來幫忙我們的孩子 那所以去年 層次教育基金會就利用了我們 一直以來贊助我們的 陳友威先生的科技教育獎的這個費用 來支援這個活動 那非常高興我們在8月30號 那順利的選出了六個非常優秀的這個團隊 那我想今天最重要的大家應該是來聽聽 我們這六組的團隊的分享 那包括剛才談的幸福存者 還有幾個很重要的很基礎很基礎 大概不大有人會去注意的 比如說我們在偏鄉 特別是在比較弱勢的地方 非常困難的那個市市的部分 所以等一下也許有兩組 也跟市市量的發展也有關係 那也因為這一次的救生團的活動的關係 也給我們很多的啟發 那目前我們也召集了很多在地的偏向的老師 我們一起持續的透過一些努力 希望可以把一些我們教育基本的一些工程的部分 那看看可不可以透過我們數位科技的方式 來協助更多的孩子 那也幫很多的老師把好的工具 帶到自己的班級跟教室裡面 那非常感謝今天大家的議題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好好的分享一下 今天大家的努力成果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諸都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開始今天的議程 那我再提醒一下各位 如果沒有網路的請連上網路 Password是2020summitwin 然後請連到議程網站 之後點臨時小學校這一軌的印程內容裡面 你可以找到這一軌的共筆 那如果你想要發問的話 可以在那個共筆上點進去slido 直接在網路上發問 那我們就把主持交給哲偉